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時公糧》 我是李慧儀 這位環節嘉賓有Ano Ano 你好 謝謝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故事問題 審問你專家意見的話 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Email去到askbhchannel.com 亦都在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回到旅程發達你的問題 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恆指最新報25634點 跌401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9101點 跌158點 大肆成交暫時有754億 Ano 今天的市場暫時回到400多點 今晚反映中海股表現的金龍中國指數 都急跌4.2% 中美緊張局勢 好像有一點點升級的跡象 今天港股都低到200多點 暫時就跌400點左右 之前就說這個市會反彈 現在會不會擔心都完結了 反彈還是今天都沒有看市況 要看一些業績股好過呢 如果你說指數上面反彈 那靠你這樣多短時間 會不會完全穿不到上個禮拜 或者今個禮拜的高位 10月份高位是否現了 應該是 未必看到 我們之前說有機會夾到上去26500 是 大前提是26000站得穩 大問題是今天這樣裂口低開 站不穩 那就要對回到下面 其實你看恆指牛洪正街坡分布圖上面 又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牛津縫貨區在 又要打些什麼 純粹有沒有FIFO這樣調整 我又覺得未至於 這段時間大家經常嫌市星成交不配合 跌又大跌又不是跌市成交大 那你怎會猜突然間會有大跌呢 所以你說期指結算前 你預算是這些走勢 下這些水平你做部署會更吸引 之前那段時間你買什麼都要硬高追 當然追了下來市況不配合 下場當然是不理想 但是你要反過來的角度 這些位置你本身買的 你之前是忍得住的 這些位置買的就買得更舒服 但其實我們都講過很多次 自從市場上升到26000這些位置之後 你就不可以不斷地吸納一些 本身擺明是差的相關股份 純粹是跟著的市況彈 例如有些什麼 好像亞里健康 平安號醫生 京東健康這些 近期擺明是風頭火曬的股份 你去追這段時間就優先跌下來 但是你覺得比較硬 譬如ATM 三隻都是 高位整固而已 有興趣你就買 但是買一個PALOTI 我們平時一顧都講 買什麼呢 大隻科網股我們叫做京東 買美團 會掉下來的 一樣會掉下來 但這些位置買你就買得更舒服 我們推的時候都是大約這些位置 最多打回原影 所以想起自己買東西的適合 如果你硬高追了 現在只能夠局收 有機會被你收回上去 但是如果再穿位的話 一定要理性指涉 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指涉的重要性大 所以短線來說 現在下四百多點會是怎樣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也不會很驚訝 在看法上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我們講的市況 現在在恆子方面 是假設今年是見底的 這個在圖表上 支持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站在一條五十天線樓上 當然現在和五十天線還有段距離 但其實如果你看科紙上面 那個距離 就不是真的差很遠 如果科紙又穿五十天線 情況就真的很不樂觀 我們一向都講 圖表越不漂亮 直博率自然是越高 圖表很漂亮那段時間 其實直博率很一般 現在短線賣 你買科技買什麼 就反過來 這些位置 你可能買科紙 有一定的直博率 因為問題是你跌多一百點 跌多1%左右 你便離開 相反對 你突然間咬腰上去 你成功摸了頂 我們經常都建議大家 不要亂去估底 但總有些人撕不甩印 假設你是撕不甩印的時候 這些就是比較高席博率的時候 你就去試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其實今天跌四百多點 或者恆子現在落到 五十五千五、五十六 還是一個更加好的吸納司機 但是可能 震到下去 兩萬五千三 兩萬五千四 我們期望指數 站在五十天線樓上 但不代表不可以出一條很長的下影線 穿下去 或者可以有些假跌穿的狀況 所以短線現在的勢係是調整的 但我覺得 反而是一個角度 就是這樣 有貨就拿著 如果你真的很重貨 那些股份 就用回之前 50% cash 50%貨的策略 但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必要 你可以受的 但如果 第二 留意一下就是你拿著什麼 如果你拿著一些 真的比較狗屎垃圾 我們覺得真的不太行的股份 你沒有理由這樣強行走下去 一估計我們這個星期都 支持了很多事情 支持就算了 你就再找一些新的策略 我想短線來說 你只要肯做好風險管理 這些市況是容易玩了 我會這樣說 是的 反而回一回 四、八點 反而Arno 認為某些股份 反而是上車機會 所以大家要做好風險管理 另外 Kelvin 想追問Arno 257的買賣策略 光大環境應該要怎樣做 我想見到 昨天Stanley推了 我們之前都推介過 但其實按道理 有機會指了蝕 但距離的指涉界 現在又不是很遠 5.6 因為今天甚至叫做 站得穩 我們講光大環境 其實站在5.6樓上 這個真的挺重要的 如果你說連5.6樓都守不住 我們怕會回到5元這些水平 去到那些位置才再想去買 所以短線 如果你有興趣買257樓 你要有兩個選擇 要是跟昨天Stanley的策略 你跟我的策略 用5.6來做分水嶺 穿了 我就不想這隻股份 昨天試過穿過的 今早試過穿過的 按道理就不止蝕 現在一個新的策略 就是用今天的低位 來做止蝕位 所以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一下 但是短線我覺得 未必是最當炒的是這些股份 其實你看到這兩個月的市況 之前越當炒的股份 散水散得越厲害 近期散水 譬如今天就升了一些火電股 那些是回升上來 所以你想想你自己做短線部署 還是中長線 中長線 257沒有問題 你可以跌到5元 甚至4個多的位置再上來 你有沒有這樣的風險承受能力 你能不能坐到 所以你問我257的話 我想短線角度 我們近期說的都是被中短線為主 中短線就 你以為今天的低位做止蝕 你有興趣就去試吧 Kerven 你自己參考一下 KT 今天沒有問題問嗎 剛才你是否想問 939還是1658 就是堅持銀行還是郵儲銀行 我二選一或是 剛才我在Stop 說 我答過了 老人股首先我會選一隻1658 今天那頭還要很漂亮 後日出業績 我覺得郵儲行 招商銀行的業績 不會令你失望 現在市場唯一看老人股的業績 短線就不是太關注 賺多少錢 不會太差 但是也不會有很大的驚喜 最主要是關注貸款質素 或者資產質素 那些相關的東西 郵儲行我覺得應該是OK的 但當然現在升上來 你才去追 一定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但問題是股價嚴格來說 才有機會準備突破 50天線的阻力會比較關鍵 所以我覺得可以考慮就是 最安全 你本身想著 譬如買 我不知道現在買多少 假設10萬元那麼低 你現在買了50萬元貨 然後出現業績 如果是OK的 爆上去你就會再加注 然後如果不OK 出業績的時候 衡量究竟有多差 問題不差的時候 就會低位再去吸納 然後駁業績以外的因素 這個就是一個最穩陣 最安全的策略 但如果你是一注過 等不到太多了 明天又出業績 最理想的當然是5.4買 但不知道下不下到5.4 下不下 你就買不到 所以如果你說一注過 就沒有那麼多選擇 那些位置就強烤焗 KT留意一下 Hello 金金你好 大家剛才都看了 Anno做節目 Kelvin就說 想看一隻三百八業績分析 Anno 辣新鮮滾燃辣 港交所第三季 賺少了3% 看到即後 都跌下來 你又怎樣看這份業績 收不收貨 現在暫時跌1.2%左右 不收貨 我連提都沒有看過 很難受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不會看的 這裡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我講過很多次 看港交所份業績來做什麼 怎會不知道 本身份業績大力是什麼狀況 我又不是出報告 我又不是說要在彭博上面 給你一個預測 那我看業績來做什麼 問題 港交所份業績余了 純粹根據市況氣氛 市況我們剛剛講 短線有調整 但中長線不會太差 所以同樣地港交所 你一月要走Range 460-500元這些位置 有貨你就拿著 還在這個Range裡面 多到暖上去上限位置 接近500元這些位置 沒有問題 但短炒不是炒這些 是的 留意一下Kevin 好 金金 916 17.46追了 原來是農圓電 今天又回彈一點 什麼位要看路 暫時都在賺 其實我們看到火電股 又回上來 其實916 我覺得之前這段時間 拖累下來 是怕那些火電業務 有很大的拖累 煤價這些因素 對它來說 也有負面影響 既然捱過了 我想這些位置 就17個 17個多 17個多 17個4號 當你剛剛升穿20天線去追 其實是漂亮的 這些位置 在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比 強行在15元那些位置 去摸底 如果買了 其實買到農圓 都預料看20元 是 那就先看20元的水平 暫時來說 如果真的再穿10天線 才想走 輸少 最多都是輸少少 可以抵詐 暫時來說 建議中線持有 金金拿著 第一步先看20元 Hello Tony 你好 金金另外 也想問 3669 怎麼看 就是永達汽車的 3669 其實 4月本部之前看得這麼負面 是 但不敢看得太正面 因為理解不到 理解不到市場 為什麼突然間 對半導體方 有沒有這麼負面 而理解不到 通常 為什麼不敢去追 最大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股價 會無緣無故跌倒下去 到時候 你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 如果3669 你真是很有興趣的話 正在升 圖突破 你要堅強去追 我會建議 用50天線 來做指示位 其實我們剛剛 剛才說 這一刻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你可以在圖表上 大致上了解 股份是處於什麼狀況 恆子都上了50天線 因為一些股份 連50天線都還未升穿 例如剛才說 我們用狗屎垃圾來形容 你健康這些 50天線都還未升穿 想都不要想 但你在說 比如3669 4X股 你看到整個板塊都是 圖表上不差過恆子 你用圖表和圖表比較 881 中升也是在50天線上 也是在破位 在美東 跟著說 都是在50天線上 所以 4X股的情況 是好轉回的 而基本面上 就是市場衝勁 最壞時有異果 覺得未來那些 汽車半導體方 情況會有所改善 不知道的 正如我平時經常說 當真是改善沒事了 可能它已經上回到 五十六萬 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去 你問我要去看3669 我還會有些戒心 但是這段市況 為什麼容易玩了 或者是容易了 原因就是 你就追 做好風險管理 十次裡面 應該多過五次 我覺得如果你跟著圖 這個是你跟著圖去炒 不是叫你去炒 不斷炒壓你健康 那些圖上面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去永達汽車 可以試一下 12.5這些位置買 是 用50天線來做指示位 就 但是做好風險管理 一輸 輸幾毫子就走了 沒得爭頸 做到的就去試 但是這樣就 你要擺一段時間 因為始終升了不少上力 那就去到接近15元的位置 想吃戶 是的 甘甘留意一下 Hello Tony 另外 Tony就問 5.58是否可以抄底 就是力競科技 5.58不是叫抄底 嚴格來說 5.58是否回到少少 你選擇去告追 沒有可能用抄底來應用 抄底 起碼回到10元以下的位置 才叫抄底 現階段 只不過是說 升了很多之後 做過健康調整 力競科技 當然大家知道 近期Tesla 那些相關概念股 抄得很小 但問題是 昨晚你看美股Tesla 你是不是看不到美股的圖 Tesla 都是衝高 整支射擊之星出了你 出射擊之星 不代表玩軟 但是短線 起碼我會鏡線 道理短抄 就是你永遠是想隔壁的 隔壁的 隔壁的 這支射擊之星可能會獲利回肚 可能會短線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 你討論股票 不只是追紮沽 想想自己的想法 對不對 這些一定不是叫抄底 500 這些就是在急升完之後 開始調整 你就去買 它就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一兩個月 永遠最大殺傷力 最容易輸的辦法 就是這類型股份 你永遠等它升上來的時候 你升上來的時候 那個概念在那裡 你不去買 回那段時間 你才去追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買力 我們現在都大約 很多大行都出了Cover 都大約知發生物事 回到18元這些位置 你去試一下 用100天線來做止洩位 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 但是今天這樣 昨天出了射擊資訊 今天堆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怎樣也有機會回心一點 所以你真的很有興趣 要試這隻股份的話 18元這些位置才出手 都預計了有機會 分分鐘輸一個多元 6-7%一定走不掉 但是如果你真的撕不掉 那套股底印的 那就是那些位置試一下 為什麼說市況更容易 就是這些位置 大家不聽說 不斷去股底的一段時間 你看KT多成功 這段時間撈到多少股份 不停撈底 是的 那市況是好 原因始終是擺脫了 不斷沉底的訊號 但是你不知道這些東西 什麼時候逆轉回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買力競這些 就做好風險管理 100天線是做止洩位 但是如果這個水平 19.4元去買 分分鐘輸成兩個多 一成多以上 很冤枉的 我覺得就 無謂這樣做 反正調整勢頭出來 可以試一下低一點才去買 是的 留意一下 KT原來939和16500都想買 兩隻 那就買了 有錢 金金說 儲能方面有沒有什麼推介 儲能方面很貴 其實我推薦1772 包括儲能業務在內 儲能方面 概念上炒得最厲害 就是1072 和2727 媽媽3 那些 那些都是風頭火勢的 名字上面 信義儲能 那些都是儲能 但是裡面的那些 不是很刷 你如果問我儲能推介上面 如果真的想 我1772 我覺得包含我想要的東西 1772真的包含我想要的東西 今天CD下來 都不用掉 我覺得搞足功課 但是不會說什麼應勢等等 你變成一股這段時間 分散 我只能夠告訴大家 分散投資的重要性很嚴重 很重要 OK 如果整個十月份 市升這麼多 我推一輪八八又止蝕 即是快要止蝕 都預料了 260又止蝕 起碼又是1772 救命 但是 如果你問我儲能概念的話 1772有的 但是你說現在最當炒的儲能概念是什麼 就是1072 馬上三那些 但問題是你不用記住 它們升了很多很多上來 你便要做好風險管理 正如剛剛所說 就是 那些東西回馬槍那段時間 你不會在股票市場上 特別炒最火紅火翼的股份 突然間高位回落那段時間 你會發現到 你不會看新聞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只能做好風險管理 你先躲一躲 當再滾下去那段時間,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個很好的例子,近期大家都知道JS環球1691跌得很厲害 你看到現在還未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不做風險管,你不做風險管,你的問題就一直滾下去 可能有一個例子,再久一點已經發生了知什麼事的例子 合佈合佈,那時候20多元滾下去到10多元 好像JS環球不知什麼事,都跌到10多元的時候 就是終於知道了,原來整間公司的管理層 換了阿布克布,就是臭臭的品牌 市場覺得有機會不行 所以為什麼要做好風險管,就是這樣 所以你買儲能概念,現在說哪些是最多炒的 1072,馬一馬三,或者供豐,我覺得供豐會比較好 但老實說,供豐,你炒得沒那麼厲害 但是炒儲能概念,記住 隨時你預了這些位置追,就要止蝕 要衝要買,晨早買了 萬人幾步的時候,就只能夠做好風險管理 是的,甘甘你自己留意 我聽家庭觀眾的電話,先再接JT 電話旁邊有黃先生在這裡 Hello,黃先生,你好,五安 你好,先生,你好,嘉賓,你好 你好,想問些什麼 我想問那隻1093 他好像很多種藥,劃明了出 還有他現在做了那些,叫做生物製藥 他現在好像,我想那隻B仔股都炒得這麼厲害 何況是有實力的股 他有很多現金 我想問股價可不可以接下去,8.1去買呢 就是8.2那些東西,可不可以 好,黃先生,黃先生就說這隻,他就看好了 8.1,8.2會不會回到 我們近期說,說股份,除了看追者股行不行之外 想想自己在說的東西,會不會混合 這個是重要的 起碼輸,你會知道輸 那麼好大就跌 你如果完全不混合,輸就好像合情合理一樣 是 你剛剛說的,大致上OK 是的,股值很吸引,賤這麼多 有很多藥,基本因素真的OK 唯一錯的一件事,我見到就是B仔股 完全不當炒 B仔股是這段時間裏面,最跑輸大股的相關股份 當然你可能看著其中一隻,兩隻 或者信達生物1801,這些 近期的走勢多好 我們前幾天說 801小心翠時有機會散水 今天正在散,你做不做得分別 你如果看恆生生科的ETF上面 完全是跑輸大股,你看這個圖3069 橫體、碟體都是一個反覆向下沉底的格局 剛剛講的圖表會告訴你,但有什麼事 在50天線樓下的板塊,ETF你不用想 你短線來說,你買藥股 就是講的,嘗試要接火棒 你撈底那波引又戒不掉 那你就如果真的要強行去試8元做止蝕 但我就不是太過建議 一個問題就是,有大量採購這件事 大量採購這件事可以令到突然間很多 就算未來有100隻新藥出來 100隻新藥都賺不到錢 為社會服務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會令到股值有大殺傷力 所以1093,我覺得 你說了一堆利好因素 有什麼真正的就是不會暴跌 你說近期的股價是12元跌到8元 當然覺得很多 我隨便按一隻B仔股給你,你都看到 跌幅是可以更加誇張的 你看看我譬如日明巨落 說日明是,沒有問題 近期50元跌到13個多 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你講的利好因素就是 它會有一個抗跌力在那裡 所謂的抗跌力是跌少一些 但暫時來說還是一個跑輸大股的板塊 所以石藥的話,你要去試8元做止蝕 最多承擔5元的風險,5%的風險在那裡 但是,是在沉底的 給我,我就會寧願省下這4號 它能守得住8元才算 所以暫時虐股不適合 市場都不吃,都不喜歡你這杯茶 整天都說短線角度上 就是,你想隔壁那個想什麼 現在隔壁那個就是 擺明不想買這隻這些股份 你又何必強勁去撞過去 如果你說那些利好因素 你很早進去,很早進去 所以無謂突然間 找一些原因說服自己強勁去撈底 你說無端端去撈底 我覺得今年整個2021年 你見到的結果都不太樂觀 你真正巧撞症 可能今個十月份見底回升那段時間 部分撈到不少股份的 但是石藥,我覺得這些位置要買就是無謂 黃先生,不建議人氣我出 另外,先聽一下胡小姐的電話 Hello,胡小姐,你好,吳安 是,葵會主持人好 我想問什麼 我想問一隻股票 我想問3998和178都沒有貨 我想問一下落到什麼價位去買 好的,兩隻零售股 3998和178都沒有貨 其實波斯登,我沒有太多意見 因為說波斯登,我怕一個狀況 就是會不會升了很多上來 我又不熟悉品牌 它公佈完那些營運數據上面是很好的 如果只拿著那些營運數據,我的確會建議你去買 現在冬天 還在說品牌升級 圖表又在五十天線上 當然OK 但是為什麼我說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問內地零售股 經常出事 會不會有些造假風險在這裡 我不知道,我不是說它造假 有些人會問,怎樣避開這些風險來不買就沒有試 所以你說你買波斯登 首先你要明白,這個人是很高 即是你現在去追 一定很高風險的 你要從註碼上面控制 最壞情況,可能要五元的位置止蝕 怕走不了,如果一旦出市 你承擔到這個風險,你就去試 短線來說,其他六元樓上這些位置買 有一定直播率在這裡 零售股是當炒的,暫時來說 以六元來做止蝕望,七元OK 但是我經常覺得買波斯登 一個簡單的就是 因為這些是品牌股 你只要覺得品牌是OK 你就可以去試 不用說很深入專業分析等等 你真是很熱愛的品牌 你不就去淘寶訂股幼龍回來 你覺得真是很正的 那你就有信心去買 我自己的看法是很中性的 其實波斯登 我不想去碰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碰的 我會建議六元做止蝕 這些位置博 有一定直播率在這裡 我會先戴個頭盔 很高風險的股份 沒錯 那沙沙呢?沙沙能不能碰的? 沙沙,我想上落格局 現在要說,香港剛剛政府說什麼 不通關 戒了救命 這些向來都是通關衝警 又自然升上去 那你就等回才買 一個半又做止蝕 這些位置無端端輸兩號字左右 定得止蝕位,不代表不會碰的 碰了就要止蝕 你想想到時候要輸多少 你承不承擔到風險 風險和回報永遠都成正比 所以這些位置去搏 就是圖表上面未轉到很差 你還買得下手 但我們都說圖表和直播率 永遠就是反向 圖表越漂亮,直播率就越低 圖表越差,直播率就自然越高 短線來說 沙沙沙,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 其實圖也是告訴你 我們說五十天線樓下 這個股票盡量不要想 這些位置不想 甚至說,它能守得住一個半才算 我就不太建議炒沙沙 如果你真的看本地零售股 周大幅好很多 但你看圖也是放進去 你真的要去搏摸底 那是十四個半這些位置 我想暫時不是太建議本地零售股 都擺明告訴你不通關的時候 不通關 究竟搏些什麼 你買得進去都是預止虧的 我覺得是無謂的 所以暫時來說 短線操作上 本地零售股都不考慮 少了個憧憬 胡小姐,你也參考一下 剛才Anno所說的意見 多謝你電話 好,繼續回答YouTube的問題 JT,有什麼有投資價值的股份 可以在watching list 或者買來給Q4的概念 Q4概念就是1772 剛才說了 那什麼價位可以衝進去 例如1772 看看每隻一股 其實暫時它還未爆上去 你這些位置分住 分住去買 落回150元的留學債 這些一定是最安全的 你跟著每隻一股 就153元左右 這些位置 差3元左右 你可以嘗試 你承擔多3元左右的風險 你OK便OK 短線來講 風風還未爆上去 去到160多 170元的位置還去追 很尷尬 那時候叫盲中中去追 那道理就等於叫你追1072 那些一樣 所以你問我暫時 我自己比較看好 都是電動車 那些相關的股份 還有一些新特朗 其實我覺得OK 但問題是 什麼位置出售 明天 是好像明天出業職 28號出業職 暫時 這樣會相對比較好 我覺得其實新能源股份 怎樣都要有 但是就 開始不僅是發電的相關股份 因為第三季的業績 你看大堂新能源都有辦理看 發電的狀況未想像那麼好 而我們說 記得由一開始過幾段時間 大堂新能源 那些利好因素 是炭中和炭交易 你都記得了 有沒有出現過 沒有的 現在純粹就是習大大不斷地說話 支持到那個板費不斷地炒上去 所以 剛剛下面也有問 低位買了1798那些 業績一般 業績甚至差 所以對了樂力 低位買你不怕 因為你有利用壽 我們之前說過 走了 你會不會出業績之後 低位負面消息都出來了 你又走 然後轉過頭就開始講 看交易那些東西 又衝上去 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低位拿了 我覺得不是煩惱 你煩惱 靜如資金怎樣做部署 好過 這一刻 正如屬於新浪源股份都會有 但是短線炒新浪源是炒什麼 可能真的炒設備那些位置 金峰 新特浪源 但是金峰今天升太多了 金峰今天升太多了 金峰今天升太多了 那圖是突破的 穿20天線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16元17元 17元 17元以下去追 都勉強可以 但你現在這樣價錢追 看有沒有機會回到16.5元這些位置出售 是的 留意一下 剛才金剛就說 17.46買了916 Kim就說916 如果現價的話 又追不追得過 我不是真的太 我覺得如果你這一刻 買新浪源股份 我不是太喜歡 買一些做發電的股份 因為市場升太多 所以你相反 你追金峰那類型 我覺得它很低 試試讓它回到16.5元 或者接近16元這些位置 才出售 回不回 再找其他新主體 我比較建議 新浪源是新特浪源的 但是 想回之前說的那些 它升了很多 升了兩成多上來 所以它升了兩成 走去追,它回回一成 是完全可以的 死得很冤枉的 真的沒有人可憐 這位置強行去追 所以問題就是 唯有分駐買 又不用分很多駐 當你去到 升到去 好像大唐新浪源那時候 兩三元那些位置 或者新浪源未來到三十多 那些位置 我都不知道分多少駐去買 唯有強行上車 強行上車就是分很多駐去吸納 那新浪源未去到這個狀況 論估值都是單倍 十倍市盈率左右 那全世界都搞光復的時候 應該不會太過差 是的 那Kim 參考一下 KT 你有錢新行 賺得多 囂張 好嗎 另外 阿金金就說 七四六十元 是不是有貨 這個七四六 是的 今天繼續炒 是的 繼續炒上去 另外JT就說 2155有貨的 那個目標價可以設在什麼位置 2155其實我沒有吸引 心從國際 今年我得出結論 我沒有看股份做些什麼 其實只能夠靠圖表去衡量 那圖表是向上突破的 但是純粹真的之前跌得多 所以向上突破 所以這類型股份就小心一點 小心扮完就散了 我沒有什麼idea 這類型股份 50天線 做一個分水量 你穿50天線就走 沒有貨的我不買這些 是的 好 另外KT就說 10175元走了 沒有陰公 是不是都 其實走了都沒有什麼所謂 這隻是嗎 75元 什麼 走了就走了 看其他東西 走了就變得漂亮 就給自己掌聲 好耶 另外 好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 吳小姐在這裡 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嘉賓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些什麼 你好 謝謝 我想問兩隻 323和200 323 我這三個六左右都有貨 然後它跌了很多 可以在什麼位置再交貨 還有對不對 200又是可以在什麼位置買 謝謝 好的 那323有貨 三個六上交貨 馬鋼 鋼 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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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然後幾乎能夠要拿到 三個六兩下交貨 差不多 最後一步 大概不算要做 額外呢 說怎麼算好 唯有先拿著 我覺得 其實最好就是止蝕線 等它存定的時候 再找機會去買 你將筆錢去買其他東西 會相對地比較好 但是短期來說 就這些位置就很難做保處 因為我們知道 情況真的很壞很壞 但是這段時間 市場最喜歡炒些什麼 就是最壞事的概念而過 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間市場會有這些想法 所以無端端止蝕的確 我認同是尷尬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圖上面 出完業績 其實這樣穿三個半 是應該止蝕的 所以我覺得 第一方面 先不要想購貨 假設我覺得你還能購貨 意味著你拿什麼 拿得不重 這三毫子你輸了 你不是太過傷的 那就繼續搏 問題是你這些位置 購貨 你只想 彈上去 購淡了成本 你又不想想 它穿了位 萬一放到3元 你看到圖下到3元 它不穿3元 它不走一個大箱頂 不代表玩完 所以如果你還想著拿著 止蝕的位置 這些位置都不止蝕 下一個止蝕的位置就是3元 去到3個2 3個1號多的位置 就更加焗手 那些位置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股票永遠都有些機會 為什麼要做止蝕 就是避免去到一個狀況 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所以暫時來說 你如果想著去追貨 都不夠傷的話 那不要再追貨 下一次追貨 可能是駁3元 駁3元的位置不穿 一穿就一定要走 這些追貨策略都說人可以的 但短線來說 這些股份是現在最風頭火勢的股份 所以如果是2.8000 再追貨 可能是2.8000 再追貨 另外2.8000 沒貨的口願拋什麼位置 或贏付基金 2.8000 嗎? 2.8000 嗎? 2.8000 這些位置可以的 但問題是 老實說2.8000 你不會大賺 又不會大洩 今年市價值得多 你最多輸一成多左右 所以我覺得2.8000 你真的有興趣的 因為 開始指數去到50天線 就是大約 到26元這些位置 你就嘗試吸納 但是 不會這麼快 見到28 、29 這些位置 這些股份只是適合中長線投資的 甚至中長線投資來說 都不會有一個很樂觀的效果 所以想清楚自己買些什麼 我覺得你要試的 50天線買都沒什麼問題 那 吳小姐 參考一下阿諾的意見 多謝你電話先 好 回答回指鑑 1798 大唐新能源業績一般 但過漆有貨 是不是要食股? 我們剛剛說了 回答了 這些位置 都反正這麼低位拿了 我會願意繼續拿著 業績的確是差的 但是 你要取得 之前高位的時候 你可以想過 既然都不取得 都硬吃了一大股 當然你會說 會不會這些位置死都不肯走 落到兩元這些位置 沒有說不行的 但我覺得還沒去到這麼悲觀的 除非它三元都失守了 否則的話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拿下去 因為其實你看到新能源的股份 都不用每個月 每兩個星期就有一單好消息出來 所以你說有長線投資價值 但短線來說 似乎不是查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在你的個案是很低位拿了 繼續拿著 但其他人如果想去買 應該開始不是買你的股份 好的位置 先拿著 然後就問6136怎麼看 阿露仔 康達環保 什麼 康達環保 我買水母股最多都是想257那些 其他不買 被故障機構追擊過 我又不知道 所以你想想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實在是solid 很solid的概念 如果沒有的話 我不會想到那麼複雜 你買水母股只想257 甚至剛才說257都在想止蝕 所以這隻不考慮 另外他也想問1122輕能源 應該算落後有沒有可能可以追一下 不會 輕靈汽車股份 好 參考再告訴你 KIM就說2333還是175較直駁 兩隻車股 剛剛就是說圖表越差 直駁率就越高 哪個圖表比較好些 始終長城汽車的聲勢是比較好些 所以其實是support 剛剛說的道理 因為問題是長城汽車 你要想一下指洩位定在哪裡 32元這些位置 或者甚至是30元這些水平 才是比較重要的支持位置 短線你有機會面對著2-3元 甚至4-5元的風險在上面 看多多少 我覺得這些位置又未必看太多 頂盡40元 所以你說直駁率一般5元買大小 但是你說吉利的話 有機會望30元 30元還有整天說 接近3.3左右的上網空間 定止市位定在25元 所以你問我 論基本因素 就是長城汽車比較好的 論直駁率 就是吉利互相對比較高 所以你想想 究竟你想找高直駁率的東西 還是純粹看基本面比較好的 怎樣去分 直駁率就是做短線 你做短線部署 你買完之後就是好 天天都看著股價 你不能輸的 又或者說 你有一個心態就好像打馬雀 輸少當贏的 當然是選高直駁率的 那就選吉利 但是如果你拿完 指示位定完 你都撞息不看 你就要選基本因素 就好像長城 你想想今年最高水平去追 都比你收到差不多接近回頭 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想想自己是哪類型的投資者 如果你純粹論直駁率上面 這一刻一定是吉利 留意一下KIM KT你記得 吳小姐問以法令力 好 另外 紫鑑和Kevin都說 紫鑑認為 周大福現在的主要業務 是不是在內地 是的 但問題就是 我們覺得 這個道理就是 836 華人電力有些人覺得 不關火電業務 火電業務我們不用了 現在只是看新能源 你看火電那些股份 洗得很開心 它不一樣跟著跌下去 所以同樣地 你講中長線來講 周大福當然主要是看內地業務 但短線股價走勢 就兩樣東西來的 短線股價走勢 就想一下隔離 我們經常說短線想些什麼 是想隔離那個想些什麼 你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 隔離那個可能覺得是 所以那個問題 沒有可能完全 那個封關概念 沒有了的時候 所有本地零售股都洗 周大福因為它有內地業務 所以不用跌 所以你想清楚自己 在想的東西配合你的中長線 看法還是短線 中長線你當然不害怕 甚至中長線主要都不看通關的 但問題又升了那麼多 我們的業務是否無敵 是否遍地黃金 我又未去到那麼樂觀 所以我覺得 所以你明白 如果你中長線來說 沒錯的 我覺得焦點 它的亮點不只是在通關上面 但短線一定是 特別市況上面 尋找一些焦點 你看到整個本地相關股 或者隨便按一隻 你都見到 是準備回到 是收租股 叫做相對地比較好一點的 原因就是之前股值 那種市政報告 即是之前內地的消息上面 或者出業績上面 等等洗了下來 否則大部分零售股 其實都是在轉差 甚至本地那些 相關周生生的股份 其實都是一樣差 我覺得就 就無謂這些位置選擇去搏 但你說下去 15元以下 我覺得周大福的確是挺吸引的 是的 分析都很清楚 另外 甘甘考股 7毛8至798 4年前有 你拿到現在就勝利 好賣的問題 都答得7788 都不加賺到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